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丕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 不仅为政治国北批没业绩 甚至被冠上了阴险荒严之名 他的黑历史就不再翻了 大家都熟 他的才气文笔也不提了 俗气 只讲他在位期间的三件事 第一件清徐豪霸 拜小说和段子所赐 人们对曹丕篡汉普遍的认识 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曹丕的附上曹操 对内扫平了北方各路诸侯 对外压制南方的孙刘 龚高盖世却以汉家丞相自居 虽然出阁的动作很多 但始终没有行费力善待之事 哪怕愚笨的汉县帝 在许昌玩一带照 曹操都没有对他动手 甚至一口气嫁了三个女儿给他 自己当起了外戏 然而曹操意思 曹丕这个狡诈阴险 贪拳变态狂 就火急火燎的搞事情 卫王的位子还没坐热 就逼汉县帝善让 送大汉入土 建立卫王朝 曹操统一北方 曹丕只是坐享其成 真的是这样吗 初高中教科书里 曹已把统一北方化为曹操的业绩 但事实上 所谓曹操的统一北方水分很大 而曹操留给曹丕的 也不是一个可以乐享其成的江山 有两块地名义上听曹操的话 但其实上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而曹操对他们也很无奈 这两块地一东一西 分别在两波豪族的控制之下 东边的即以青州徐州为中心的豪族 西边的则是以梁州的敦煌九泉金城为中心的 和西豪族 和西豪族对曹魏的主要威胁在于勾结枪堤 隔绝西域并围乱西垂 但不管怎么说 毕竟远离曹操的政治中心难以成气候 而清徐豪族就不一样了 青州徐州 距离曹魏的统治中心许昌叶洛阳一带 尽在咫尺 而清徐兵汉勇 一旦乱起来 曹魏可是吃不消 于是对于清徐豪族 曹操的态度辅自当逃 你别闹事就行 实在曹操割清徐二州 伪之于霸霸及脏霸 泰山华县人 打黄金起家 本赴陶谦 陶谦死后 曾驻吕布公曹 后有祥曹 被曹操委认为二州之主 既为地方豪强之一 又总揽该地的豪强 足见此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而清徐二州也的确很不消停 诸葛亮后出诗表里说曹操武功昌霸不下 此处的昌霸即昌西 徐州豪强 东海太瘦 而曹操去世后 清徐兵果然生事了 实在 惠太祖邦 八所不及清州兵 以为天下将乱 兼鸣鼓善去 曹操意思 清州兵居然骚动 一伙人擅自离开洛阳不干了 相当于给了初登王位的曹丕一个下马威 当时曹操的臣子很多人主张发兵争叫 并更立清徐地区的长官 即一珠成首用乔配人 曹操不糊涂 他深知此时自己的首要任务 是继承王位 掌握要害 安定局面 再从长计议以求解决之道 如果此时动物引起曹操内乱不说 甚至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在清徐之外的地区引发更大的动乱 所以曹丕用贾魁徐轩等人的策略 以驱求身 辅而不较 待汉建位之后 曹丕以天命代替丞相卫王之子 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也同时开始张罗收服清徐之势 首先是清徐官职的变动 曹丕成帝百官多有晋升 而清徐豪族之首脏霸却未得升迁 不仅如此曹丕还累次提拔宗室曹丘 以防吴为名 总督清徐军事位在赃霸之上 曹丘到任后便着手排挤清徐豪族 待曹丘在清徐略有活动后 曹丕便趁武术消停之战结束的当口 以孙权不治子为由先后三次兴兵伐武 然而事实上曹丕伐武并没有做灭武的准备 第一次罚武打得最欢 然而曹丕起初连渡江的意思都没有 后两次罚武用兵广灵更是对武不寻战机 而从用兵的实际效果看 曹丕反倒以罚武之名把清徐的问题给解决了 第一次罚武 曹丕便趁机将脏霸名声暗将 趁机削得兵权令其去洛阳入朝任职 而曹丕本人无负他望 但欲终其天年保守入座而已 很乖的听安排了 然而曹丕被调走后清徐 尤其是徐州果然不稳 于是曹丕第二次罚武率军进驻徐州广陵 设清徐二州改议诸将寿 将清徐地区的官员大换写 一年以后曹丕卷土重来 其实狼牙郡所属的历程在军兵蔡方等人的鼓噪下叛乱 曹丕抓住机会平定兵变又顺道载徐 才致广陵要兵十万震慑清徐豪族 至此清徐彻底收服不再是曹伟的问题 第二件西戎北敌 作为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强敌环似的国家 首要的一点是知己知弊 清除自己的金粮 清除对方的金粮 这样才能捏对柿子 在这一点上曹丕做得很到位 《三国演义》里说 曹丕曾趁蜀主刘备去世 新兵五路伐蜀 在证实里这是没有的事 曹丕对蜀汉最多是占了孟达刘峰不和的便宜 收了孟达和尚庸三郡而已 而对吴上面一说了三次伐吴 只不再吴 曹丕心里清楚 以目前位属吴三国的国力 谁也吃不了谁 任何两家大洞兵戈 无非是便宜的第三家 而绝无侵吞彼此的可能 所以曹丕当政的七年里 曹伟对吴蜀局部战争有 但大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 然而曹伟的其他敌人 可就没有吴蜀这么幸运了 其他敌人 除了吴蜀曹伟还有敌人吗 有 当然有 那便是五胡 曹丕时期威胁中原政权的胡人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西北的 常常与河西豪族勾结的枪敌 另一部分则是虎丹曹伟北境的匈奴和鲜卑 有赖于曹伟强悍的军事实力以及一堆猛人的存在 西戎北的在曹伟时期是妥妥的软柿子 苏泽自文师浮风强工人 艳艺里面没有这人 但这家伙懂内政懂外交还懂军事典型的文武全才 两种河西之地自曹操时代就不太平 当地豪强常常叛乱 边陲的枪堤也时常侵扰 平定汉中张鲁后苏泽便受命安抚下边的敌人部落 后转任金城太守镇守河西的东大门 陵西里越叛乱苏泽率领枪湖军队平之 公元二零年河西西平的驱掩张叶的张晋 九泉的黄华举兵叛乱又勾结胡人一起围攻五威 五威太守关秋夕向苏泽告急 当时好召等人的军队正在金城 但受召只能驻守不得西进 而苏泽却认为叛军虽胜但终是乌合之众 若急袭便可击溃 但若等朝廷下令发兵恐怕就迟了 所以便伪召发兵 不仅解了五威的威 还与关秋星一起搅平了叛军 苏泽后来因触犯曹丕被贬 但河西的局面并未因苏泽的离开而恶化 因为当时总督河西军事的是另一个猛人曹真 与曹丕相似 在演绎里 曹真也是一个被黑出降的角色 然而历史上的曹真可谓曹魏的长盛将军 不仅临阵指挥颇有章法 更具帅才 可统都三军诸将 魏明帝时期揭挺一战 张和吉在曹真的统筹下击败马素 跑驻了曹魏西锤 公元二二一年 河西湖人叛乱 是为镇西将军的曹真统帅诸将 及周骏兵平反 实在 逃破胖湖至圆多 卤水 封赏等 斩首五万余击或牲口十万 央一百一十一万寇 牛八万 河西碎平 自东汉末年断绝的西河走廊 至此再度打通 次年 善善归姿与滇王各前使奉献 曹魏恢复了中原王朝 在西域的统治 西边武功如此 北边也毫不逊色 在梁席西域千钊等人努力下 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乌丸 在曹魏身上 产不到一点便宜 先被首领科比能率中次次翻边 结果来一次被吊打一次 实在胡人胆破 而曹魏威震沙漠 曹丕时期的边功 固然与曹魏实力 对西北游牧民族尚处于优势 以及两将善战有关 但倘若曹丕真如演义中所述 对无数大动干戈 为了一统天下而熬兵数年 恐怕曹魏再好的底子 再多的良将 对游牧民族的入侵 都难以抵御 五湖乱华一般从304年 低族建立成汉政权算起 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 有的学者称之为勇家乱华 若非曹丕不以灭武蜀为功 而西拓北手 五湖乱华不用等到西晋勇家年间 可能会提前80年左右发生 第三件九品中正 读历史有一大忌讳 既金人之心度古人之父 因为一句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人们对九品中正制 大多持否定态度 而对确立这一制度的曹丕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赞美之词了 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虽然在金人看来九品中正制 有这样那样的弊端 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创举 先说这句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此语出自西晋大臣刘毅 给晋武帝的尚书 书请罢中正除九品 尚书的时候 具九品中正制确立 尚不足70年 在这封尚书中 刘毅列举九品中正制的 种种弊端 请求废除并重新实施 汉代查举制 刘毅主张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比如魏冠 但最终金武帝司马炎 没有采纳刘毅的意见 而九品中正制也在曹魏制 随确立科举制的四百年间 成为王朝主打的选官制度 那么金武帝为什么拒绝刘毅 既然这制度这么烂 魏晋之后的皇帝贤臣 为何不废止他呢 四百年间的君臣都是白痴吗 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 而所有的因果都离不开两个字 时局 九品中正制最早发端于曹魏时期 之所以要突破两代时期的查举制 转而寻求新的选官办法 那是因为看似完备的查举制 在汉末已经变了味 所谓查举制 简单的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才推选制度 通过乡里的平易推选贤能之人 入朝接受测问和考核 能者是官 查举制确立于汉武帝时期 初创的时候 乡里平易尚能公正 查举制也确实可以举行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 查举制越来越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时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世家豪族崛起了 到东汉末年 九州分崩离析 汉朝已有名无实 而查举制则完全为地方上的世家豪族所把控 换句话说 查举制举上去的人 大多是世家豪族看上眼的 而这些举上去的人若做了官 不论入朝还是外政 也多是世家豪族立意的代言人 官员对一个王朝的运行何其重要 然而在晚期的查举制之下 最高统治者却几乎丧失了对官员 选拔的话语权 对此 曹操一家人是不开心的 作为法家思想的贯彻者 曹操一向注重实际 有两种人他最不喜欢 其一 能力差的人 其二 世家豪族 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 冲破世家豪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 却又一直没太好的办法 所以所谓曹操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发端 实际上只有定品 问题只能留给自己的儿子解决了 然而到曹丕时代 时局又变了 曹操的家族 由于认了宦官干爹 一直名声一直不好 不被世人当作名门 曹操本人的施政对世族豪强也多是打压 然而曹操的儿子 无论曹操还是曹操都喜欢结交世人 与世族打成一片 尤其曹操的拥护者 司马懿 陈群 贾徐等人皆有名望 是一方望族 所以曹操的上台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曹操的统治者 对世家豪族的态度 从曹操时期的提防压制 开始向曹操时期的合作转向 在选官这件事上 曹操的诉求很明确 以前那种推水你们说了算 我是不答应的 但是我也不会完全将推水的权利收上来 我只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我能有一点存在感 于是中正官出现了 中正官的职责很简单 定品 根据品级为嫌才申请相应的官职 中正官的产生则由各郡长官推选 并由现任官兼任 这样一来曹操家族就可以通过九品中正制 影响官员的选拔任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 曹操时期的定品不完全以出身而论 道德和才能也在考察之列 毕竟曹操骨子里跟他附上是一个路子的 于是很多有才能的人 得以冲破地方世家豪族的屏障走向仕途 而曹操卫统治者与世家豪族的关系 也在这一制度下得到缓和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曹操所立的九品中正制都比茶举制进步多了 等到司马氏专权的时候 时局再变 司马氏和内大族 司马义兄弟八人号称司马巴达 名满天下 司马家族本身就是世家豪族 所以到了司马氏手上的九品中正制 很快演变成了茶举制2.0 专门为世家豪族服务 定品时渐渐变为以出身为主了 到了东晋南北朝门阀政权兴起 经过司马氏加工的九品中正制 成了门阀制度的好搭档 因而一直延续下去 直到隋唐因门阀的摔落 才被科举彻底取代 作为茶举制和科举制的过程 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毕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代的科举制已经不能满足政治需求 而世家豪族遍地即使出现科举制 也没有实行的政治基础 曹丕时期所确立的九品中正制 堪称时代产物 能顺时而为 当为曹丕记彼才对 所以曹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说 文帝天资文早 下笔成章 博文强识 才亦坚改 若加之旷大之度 立以公平之成 卖之存道 客广得心 则古之贤祖 何远之有哉 前半句夸 后半句则 则委婉指出曹丕不够大度 也因此不能与古之贤主比肩 南北朝人是言之推说 自惜天子而有才华者 为汉武 为太祖 文帝 明帝 宋孝武帝 皆赴士义 非义德之君也 有才 但品德不过硬 总的来说唐代之前 世家学者对曹丕的评价还算中肯 既承认他的才华 同时也不否认他的道德污点 然而自唐起舆论开始转向了 最典型的是唐朝史家刘之记 文帝 林荣不武 为国好奢 割害贤良 书记骨肉 没一个好词 到了唐代 对曹丕的评价也是一路走低 如范仲淹说 为文帝宠立郭妃 赠杀真后 被发色口而葬 终有反暴之央 家事都被翻出来说了 明代之后 由于三国演绎的助攻 曹丕的形象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然而最早黑曹丕的还不是三国演绎 早在东晋时期 刘异庆所编的诗说心语 就已经把曹丕黑出详 在诗说心语闲缘里 有这样一段记载 为武帝崩 文帝西渠五帝工人自持 吉地病困便后初看疾 太后入户见知识 并是昔日所爱信者 太后问何时来也 云正福破时过 因不负钱而探约 狗鼠不识如鱼 死故婴儿 至山陵 易静不临 曹丕把附上曹丕的工人全收了 惹得变态后大怒 痛骂病重的曹丕死了活该 以致曹丕去世 变态后都不曾在探视亲儿子一眼 从诗说心语这段记载开始 荒言成了草皮甩不掉的一个标签 然而诗说心语是小说啊 你说草皮圆不圆 是小说的 是小说的 有点小说的 有点小说的 有点小说的